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只小猫咪都是公猫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前几天下雨 然后这几天出太阳 看我的子肋都褪色了 这个是直接放在外面露羊的 全部都没有颜色了 然后这个是层架上的子肋 它也是有淋到鱼 但是这个放在架子上等于有稍微遮阳 所以你看它的状况 就稍微好一点点哦 然后这个子肋宝宝 虽然有淋到鱼 它放在这个层架上它也褪色了 但是目前还是算健康成长哦 所以多肉你的环境位置摆放 真的是影响超大的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同样的环境变化 但是品种不同 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反应啊 像刚才这个摆在旁边这个子肋啊 它只是褪色了 然后你看水喝多了 本而是叶片土长变薄哦 那这个本来长得漂漂亮亮的这个淡雪 你看这个就是晒伤 淋雨然后晒太阳 陽光不是很大 它还是晒伤 你看看 晒伤 哎我的天啊 晒伤真是麻烦啊 这个呢 就是要把它全部都拔掉 这个是比较严重 像本来就是有一点点水伤 然后再晒伤 所以就变成这样了 像这个呢 你只要把受伤的全部清除掉就可以了 剩下的呢 它就自己会恢复 至于像这种有一点点晒伤的 你要不要把它掉都可以 我个人是觉得它有晒伤就蛮丑的 那可不可以叶夫 你放着它应该也是会长 但是因为我的淡雪够多了 所以就不要叶夫了 直接把它丢掉了 哎哟 晒伤真的是很丑啊 怎么会这样 还好只有一小块面积了 这些只要清除就行了 你看 多肉晒伤就是这样 真的很丑啊 这几天太阳 才三十一度 外面大概三十五六度 你看它就不行了 哎 真的是很脆弱 这可是有氧度下的呀 来看看它原来的那个 原来的母本 哇 这些真是淘的叶 你看 这样就是丑丑了 这样大概就清除完毕了 就让它自己慢慢恢复吧 如果它恢复 然后 期间你还要看到这种丑丑的叶子 再把它拔掉就行了 还好这边空隙还蛮大的 然后这个比较小的小苗都没事 就慢慢等它恢复吧 再来看看旁边这个 这个是它原来的母本 你看母本 长得倒是挺好的 都没有怎样 这个是度过下的哦 那这个呢 是因为被我砍头 所以同一个品种 也不见得 会有同样的反应 你们可以同一个品种 多种几盆 它放在不一样的位置 即使只隔一盆 还是有落差的 因为这边长得太醒目了 照着阳光可能 太 它就是不能 也不能说阳光太强 反正对它来说就是太多 太多就晒伤 其实这几天的太阳也还好 就只有中午那个时候 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 比较强而已 然后这样它就扛不住了 这我也莫可奈何 再来给你们看看层架里面这个宝宝 这个是蛋穴宝宝 它在这里照得到散光 所以你看它没有什么损伤 那淋雨呢 那淋雨呢也淋得到 包包淋雨其实是都没事的 一样是长得好啊 这些是我的备份 你们一定要有备份哦 不然有损伤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备份的话 真是欲哭无泪啊 所以这个淡雪今年它就是不扛晒 希望在未来很热很热的夏季 它能够扛得住啊 再来给你们看看放在上面的 放在上面你看 这个白风 也是风吹日晒雨淋 但目前长得还不错 这一盆也还不错 也都很正常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 这一颗很奇怪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奇怪怎么会长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它不像白凤耶 可能不小心混到的吧 我也不知道呢 好怪哦 奇怪的 奇怪的 奇怪的多肉 改天再把它移直 移到别的地方去把它 因为这样看起来 有点碍眼 所以这个天气 已经开始在变了 最讨厌的极端天气就是 连续下雨 然后连续出大太阳 哎哟老天爷呀 希望你们可以温和一点 别这样啊 我的肉肉长得好辛苦啊 好不容易才变美 现在丑一点没关系 也不要再伤害它了 你们的肉肉有筛伤吗 你们的肉肉有土长吗 看看这一看 间距非常大 就知道它土长啊 好想把它砍头了 但是这个季节不适合 所以就暂时让它先这样吧 等过阵子再说吧 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多肉 有没有被晒伤啊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